這天 魚兵老甲出海打魚 一網子上來感覺挺沉的 以為能撈到好東西 沒想到只是一堆垃圾 拉近一看 往裡突然傳來哼哼的叫聲 嚇得老甲差點墜海 放網一看 居然是頭大黑豬 這可把他嚇壞了 活了幾十年 第一次親眼見到真正的豬 他躲進船艙瑟瑟發抖 老豬也跟著過來 在巴勒斯坦 豬是不解之物 也難怪老甲會這麼驚慌失措 他定了定神 試著用小魚把老豬引走 關到船艙裡 回到家 他立刻跑去清洗身體 希望能洗走身上的不解之物 還不停埋怨上帝 為何自己要受到這種懲罰 他決定先瞞住老豬的事 自己偷偷處理掉 免得嚇壞妻子 第二天 銀行經理喊老腳過去 催缴貸款 他穿上海裡撈來的精緻皮鞋 體面地走進銀行 經理是西方人 吃豬肉 他想直接把老豬給經理 用來抵掉債務 心裡一聽就惱火了 我吃豬肉 不代表我會要一頭豬 不要 老甲失望地走出辦公室 沒走兩步 皮鞋又給踢壞掉 真是有蟲有衰啊 老甲心情肯定糟糕透了 他騎車車準備回家 被開髮廊的朋友叫住了 老甲把老豬的事和朋友一說 想聽聽朋友的意見 朋友目瞪口呆愣神了好一陣子 他讓老甲把豬殺了 然後丟進海裡 不行 那雙手會染上不潔之血 那明天給你搞把槍 殺了老豬 然後豬和槍一起丟海裡 老甲聽著 嗯 這方法可行 臨走時 朋友說想瞧一瞧老豬 畢竟活了幾十年 還沒見過這種生物 行吧 見你幫我搞槍的份上 兩人一同回到船上看豬 噢天啊 真的好醜 誰能吃得下這兒玩意 其實老甲並不想這樣幹掉老豬 畢竟這傢伙能換到真青白銀 他來到邊境想過去以色列 在那邊尋找對老豬感興趣的人 衛兵直接拒絕他 你一個賣魚的還想賣豬肉 逗我玩呢 滾 老豬賣不掉 那就只能弄死了 老甲拿著步槍來到船上 朝天空射了幾發壯膽 可面對老豬憨憨的眼神 老甲終究還是下不了手 再想別的辦法吧 朋友問世成為 為了面子 老甲謊稱弄死了 朋友卻說 太可惜了 我們可以學旁邊的猶太人 把豬賣給屯肯區的俄羅斯人 真是浪費了一個好機會 說著甩了老甲一巴掌 老甲偷偷來到邊境的屯肯區 隔著鐵網朝對面的俄羅斯人海 我這兒有一頭海裡釣來的豬 是跨洋過來的亮豬 你們有興趣吧 一個漂亮的俄羅斯小牛問 你的豬是公的還是母呢 原來小牛也是養豬的 他們最後一頭公豬最近掛了 正是要公豬來繁衍後代 回到船艙 趁老豬在睡覺 老甲再三驗證是公的 這下可發了 他興奮跑去告訴小牛 可小牛也不敢讓巴勒斯坦的豬 踏入以色列的土地 他不要豬只要他的經驗 只要能拿來會給你一個好價錢 這可把老甲難住了 碰他都難還要取經 老甲無奈地回家 發現自家玻璃還被炸主砸了個洞 炸台高住這樣下去可不行 老甲決定還是搏一搏 他偷偷倒了妻子的香水 騰了個空瓶 準備好手套和盆子 可老豬並不買賬 忙活了半天 老甲什麼也弄不出來 失落的他在船頭休息 突然他看了看周圍 自下沒人 既然老豬不行 那自己弟弟應該可以 他解開皮帶 老甲把瓶子交給小牛 小牛卻不滿意 這麼少 這豬病了吧 他讓老甲明天多弄點 不然一分錢也不會再給 拿到錢的老甲高興壞了 他來到鎮上 拖周圍的小孩去藥店裡 幫他買了一種威爾剛的藍色小藥片 他把藥塞到魚裡 然後餵給老豬吃 還在船艙裡貼滿了各種性感母豬照片 終於弄到了真材實料的中 但在去找小牛的路上 一個邊境警察把他攔下 問他到底搞什麼 最近怎麼老來囤懇去 還要他支付通行費 老甲沒錢 警察搜出了那瓶東西 他聯邦解釋 這是給老人用的健康藥 沒撈到錢的警察不甘心 老人用的 我也能用 說完 一咕嚕地怼完那瓶東西 真是爽 這畫面老甲不敢直視 無奈只能又跑一趟回去 這次搞了滿滿一瓶 小人非常滿意 老甲收了錢 高興的騎車到處遊蕩 很久沒見過他這麼開心了 回到城裡 一船教室正在演講 說和豬接觸多 吃豬的人 渾身會散發豬的惡臭 而且下輩子都會變成豬 老甲聽了深感不安 回到家他又問妻子 這世上會不會有些地方的豬 會純潔一點 妻子答他 豬就是豬 拿的都一樣 老甲又鑽進浴缸 拼命地刷洗他身上的污會 有點小錢的老甲為了一改形象 還為自己與妻子添置了新衣服與香水 她沒想到生活能變好 居然靠的是一頭豬 幸福往往悄然縱視 小牛告訴老甲人工配種失敗了 需要她帶老豬來進行自然交配 為了生活 她去垃圾堆裡找材料 東湊西湊裝了一輛簡陋的香車 偷偷把老豬送過去 邊境警察看到她還說 上次的藥特別管用 下次記得再給我來一瓶 傍晚時分 老豬順利完成配種任務 老甲乾脆就把老豬藏在家裡的浴缸 第二天 鄰居調侃他妻子 晚上你過得很快活吧 都一把年紀了 還叫得那麼歡 妻子覺得疑惑 去浴室一看 被老豬嚇得尖叫連連 老甲被吵醒 連往下樓安撫妻子 妻子說 養豬可是判國罪 不久小牛也告訴老甲 軍隊馬上驅趕他們 生意沒法做下去了 現在還有可能因為叛國被抓 老甲回到船上發洩 等他返航靠岸時 養豬的事情已經洩露 岸邊的軍隊早早就等著他了 雖然言語上老甲增恨豬 可船艙那些性感母豬兆 讓人覺得他是個變態 既然老甲口聲聲說愛國 那就好好表示出來 政府官員逼迫他帶著豬 背上炸彈背心 做人肉炸彈去疼肯區裡搞破壞 還為他提前錄好了 襲擊的宣言視頻 零行前 老甲還有一頓超級豐富的告別宴 那可是一生中吃得最好的一次 咬著雞腿他就出發了 老甲也不傻 趁路上沒人 他把炸彈背心給老豬披上 外邊再套上妻子之前特製的白色棉袄 一番改造後 老豬偽裝成了綿羊 他牽著炸彈綿羊豬 像模像樣地走到邊境 此時俄羅斯人正被驅趕 小妞與老甲一一熄別 稍不注意 老豬背著炸彈就衝了進去 一聲爆炸 到處都是硝煙 電視裡老甲的恐怖宣言正循環播放 整個巴勒斯坦都知道了 老甲回去匯報任務 但政府官員卻表示 烈士該有烈士的樣子 說完給他一把槍 逼著他自殺 老甲又不是傻子 過河拆桥 哪有這樣的 他把槍往窗外一扔 趕緊就跑 不料 街上的人看到聖战英雄 紛紛拉住老甲要簽名 他一邊簽一邊往家裡跑 而另一邊的豚肯虛 真正的恐怖分子老豬 靠著主角光環 竟然還好好地活著 小妞正帶著老豬逃離 巴以雙方都對老豬恨之入骨 兩邊都想逮住這隻烏會之物 恰好給了小妞逃跑的機會 最後 老甲夫婦與小妞母子順利會合 他們帶著老豬坐上了海邊的一艘小船 幾個人一頭豬在海上漂泊了許久 靠岸後 他們看到一個救援人員 老甲手握橄欖枝求救 輾轉一圈 老甲一行人還是回到了巴勒斯坦 這時旁邊有兩個殘疾人 他們雖然有著戰爭的傷痕 但跳舞動作絲毫不遜於正常人 一群人圍著他們鼓掌喝彩 老朋友和邊境警察也在那兒 他們歡快愉悅地相處 彷彿戰亂並沒有席卷這片土地 雖然不知道這結局是否真實 但可以看出 因為戰爭讓人們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親人 失去了自由 生活在戰爭下的平民 那些普通的巴以人 在生命 生活與信仰間的苦苦掙扎 也透露著他們渴望和平共處的心願 願這個世間再無戰爭 希望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 感謝大家的點贊訂閱和關注 我們下期見 拜拜